大家好,欢迎来到Wideley进湾区探店第三期 这一期呢就是被这张照片吸粉 我第一次看到就被他酒公格,亮丽的摆盘,协调的颜色搭配所吸引 外貌协会的我愿称之为湾区寿司界的小仙女 就是这一期探店的主题啦,Kiroro Sushi 这一期大家也发现换成了UP主的原声 虽然我自己听的都要挂出31听 但还是接受众多好友换成原声的建议 Kiroro坐落在半岛表莽 门前就有很大的停车场,完全不用担心停车位的问题 餐厅里有普通桌和吧台位,而且这家不算太难约 菜单我也没太仔细看 直奔主题只点了这个Super Treasure Box 一共呢是20片,九宫格,每个格子大概2到3片 坐在吧台的话可以直接看到小哥哥的制作过程 左上角第一个,马醋,尊鱼,配上鱼籽酱和芥末酱 芥末酱就是那种它口哇萨比的那种酱,味道融合得非常好 第二个,马戴,Seabrain,也就是鱛鱼 底下铺的白色就是普通的萝卜丝 第三个,寿司米配上鹌鹑蛋,上面是Toro的鱼酱 这个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了,果然碳水食人快乐 我现在看到这个视频还能回想起它当时有而不腻的味道 第二排最右边的是和牛 下次再来我应该会先从和牛吃起 主要是和牛凉了就不好吃了 第三排最右边是北海道的扇贝,配上鱼子酱 第三排中间是Bluefin tuna,加上Toro,然后上面的是南瓜酱 第二排最左边,Hamachi,湿鱼 第二排最中间,三文鱼Toro,上面配的是紫薯酱 最左下角是海胆三文鱼子饭 最后进入我们隆重的打分环节 环境2.5 这家店很适合和朋友小聚 如果你是想找一个高级又安静的地方和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约会的话 这里可能并不是第一选择 食材4分 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处理的也挺好的 我没有吃到筋之类的咬不动的东西 味道4分 这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瓜酱和紫薯酱的运用 搭配的非常适中 香甜可口却又不喧宾夺主 整体来说除了有点咸之外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如果是口比较清淡的朋友可以要求他们少放一点sauce 性价比4分 20片sashimi100刀的价格 我觉得算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当天还有另外两个一起来的小仙女 三个人都觉得分量刚刚好 如果是男生的话 估计是要再点一些别的 不然可能没吃饱 围头绿 4分 我可能下个月就想再来一次 这家店我非常推荐姑娘们约着自己的小姐妹前来品尝 这个九宫格只有两个油米 总的来说碳水不高 比起吃寿司吃很多米 吃一顿sashimi是个不错的选择 加上摆盘很精美 很适合小姐妹吃完发个抖音或者咽死 总的来说我觉得Kirolo Sushi这家店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九宫格的时候 真的是充满期待 当我们吃到它的时候 并没有因为期望过高 而有一丝丝觉得失落 总的来说非常推荐 第三期就到这里啦 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